第二个问题 一般民间习俗都有烧纸钱给祖先给鬼神 请问老伯山这些名纸钱他们能接受到吗 假如能接受到 那么我们多烧一些纸钱给他们 祖先不就变成大风了吗 而又听说这些活化的纸钱会被其他的鬼神抢走 请问老伯山有没有这回事情 有 这件事情是确实有的 烧纸钱这段事情 在中国叙俗已经有相当长久的历史 佛门里面没有 所以我们在映光大师文抄里面看到 有人向映光大师请教这个问题 映光大师他的态度很微妙 他说既不赞成也不反对 是不是 为什么不赞成呢 佛法里面没有 所以我们为佛弟子应当是依照经典的教诲 依照通行 佛经典里面没有上之前的 没有这种真方法 没有这种真方法祭祀归神的 但是民间习俗有 所以映光大师也不反对 那么我们要想 人死了以后有六道轮回 你知道他到哪一道去了吗 这个之前只有握轨道有用处 其他的五道都没有用处 他要是到其他道里面去的时候 这个烧了就没有用处 所以烧了之后可能就被其他鬼影抢走了 如果他是在轨道 确实对他有用处 所以我们不能断定他到哪一道 但是在一般说呢 人死了到轨道的这个机会最大 为什么呢 你看看经典上给我们讲的 六道的异音 没轨道的业因是贪心 贪心中 执着坚贪 这是没轨道的业因 如果对于坚贪比较淡一点 比较淡一点呢 不容易到鬼道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想的 三窝道 莫鬼道是坚贪的 地狱道 承惠 所以出生到愚痴 贪嗔痴 三毒烦恼啊 感到的三窝道的苦暴 如果我们在这一生起心动念 言语造族 我们的贪嗔痴 烦恼很淡薄 真正能够断无修善 善的标准 就是世尊为我们说的是善业道解 所以这个印足一生 劝人都了凡私信 了凡私信 这个过程的目的 是叫你真正明了因果报应 如果对因果报应搞清楚搞明白了 人心是定的 贪嗔痴 都可以辅助 确实明白了之后啊 真的是 人一生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你命里面有的 你丢都丢不掉 命里面有的想什么方法 你也得不到 得到了之后很快就会辞掉 命里面有 所以一定要懂得断无修善 命里面有自己可以修来 现在我们认真努力修学都能得到 世出世间 不管中国外国 也不管是哪个宗教 哪个族群 没有人不爱财的 没有人喜欢欲吃的 没有人不喜欢长寿 随着三状四行 财富 聪明智慧 健康长寿 不管哪一类的众生 他都需求 我们如果命里没有 能不能修得呢 更多是肯定的 决定可以修得 你要真修 你要真修啊 怎样修法呢 修故事 我平常不看电视 这个报章杂志通通都不清楚 每一天天下太平 没有人没事了 这次因为要回到台湾来 正好呢 台湾这个地方是SARS的疫区 所以每天晚上看半个小时 台湾的新闻 我看的是香港的凤凰电视台 常常出来个广告啊 我看了好几遍 说油智思油彩 你们一看的时候 会看到油智思油彩啊 这是误导众生的 油智不见得油彩啊 我对老师方栋梅先生很有智慧 那讲智慧 很少人能够比得上 他很穷啊 他没有才啊 那个要给他改一个字 有识是有才 不识 有不识就有才了 这是真的 财不识得财富 发不识得聪明智慧 无为不识得健康长寿 所以这三种事情啊 统统是个不识 所以说有识是有才 有识是有智 有识是有受 这要靠不识 这要靠不识 释迦摩尼佛给我们讲的 不识供养佛无边 这三种都是佛报 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 一定要学不识 我说佛真的是头一天跟出家人见面 跟张家大使 张家大使就叫我看婆方向 我问她从哪里下手 她教我不识 那我就真干了 我确确实实 这个命里头没有财 也没有寿命 短命 那么这一生到晚年 有很多人说 有个老和尚跟我讲 他是静空法师 你走老运的 这个晚年呢 通通是这一生 二十六岁开始学佛修来 不是前生 前生有一点小智慧 没有财富 也没有寿命 随时是 接触佛教之后 接受老师的指导 我们认真努力去做 效果非常殊胜 现在确确实实 现在确确实实 真地是向孔老夫做出手 随心所欲 而不欲举 不但如此 真地是佛师门中 我们有求毕举 心想自成 确确实实实实 所以佛不欺骗我们 我们一定要有信心 要认真努力地学习 好 正好 好 1分钟